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上集被電童的Option Park 打了尖 今天我們玩Bandai OneWeb 商店限定 SX Figure Omega Mon Premium Color Edition 這款是舊模的 Upgrade 版 待會對比大家一下 和之前的有什麼不同 可以見到它是拿到這個劇場版 我們的戰爭遊戲的 license 後面就這樣 沒什麼好看 馬上開玩 哇! Premium Color 真是很 Premium 感覺 配件只有這兩個 稍後再放進去 先玩一下本體 好,這樣比起2016年推出的版本 這款塗裝的金屬感是比較強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白色 其實全部用了珍珠色 胸口的金屬藍色是令到反光 這顆是透明拍手 戰鬥暴龍那邊的手全部都是金屬色 而且可以看到腰用了那隻 有點像Mr.Color那隻Midlight Blue 或者是Lavy那些藍色 效果都頗漂亮 比起平時用黑色 感覺好像更好一點 腳趾都是金屬色 有整隻上色都頗漂亮 暫時看 比起2016年版本最大的改動 就是由之前那件爛鬼布 就變成這個皮 傷了鐵線的皮 但我看到是有少少問題的 首先鐵線是極度明顯的 這個真的很噁心 即是你平時雷神 或者Doctor Strange那些S-Figure 那條鐵線都沒有這麼明顯 這個是... 做什麼事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還有呢 不知道是不是質地問題呢? 大家這樣摺 然後裡面呢 這裡會看到有炒鬼曬的 嗯... 有點差 這塊斗篷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嗯... 但是呢 就... 比起之前那塊 爛布 是漂亮了 即是硬要讚它的話 有些兄弟說 為什麼米黃色這麼噁心呢? 其實呢 奧米加獸的作畫 是有少少奇怪的 有時候是白色 有時候是米色 所以我覺得這隻米黃色 都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那就... 當它是新玩 都試一下可動給大家看 那就頭 就可以左右 但是因為領子比較頂 有受到限制 上下就比較多些 手呢 這個是波裝 就可以... 自由旋轉 平舉就... 呵呵呵 90度也沒有 因為會給個勇氣之盾頂Q 前臂就是雙倍裝 可以旋轉 轉完之後 接到大概90度 這邊其實那個關節一樣 是波裝 但是這個釘釘就是獨立關節 可以舉得多一點 都是雙倍裝 這樣就... 鋼鐵加勒露的頭也是可以轉的 這樣覆蓋這塊是可以動的 覆蓋有個這樣的關節 腰是一個波裝 可以旋轉和前後動的 另外一個修改的位置就是大腿的位置 舊的版本 這裡是Tone洞 極不美觀 現在這個新的Premium Color 就封回這個洞 腳的可動就可以向前踢起 左右呢 這個又因為被上面這份頂住 所以就不是很多 小腿這裡是Double John 腳掌 這裡是波裝來的 每一支腳趾都是獨立可動的 好 現在就裝了這個暴龍劍 加勒露大炮 效果大概就這樣 嘩 挺有型的 奧米加獸 我覺得是一定要配個Stan 做在網絡世界飄浮的感覺 才是最有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把暴龍劍的圖裝是超美 銀色非常閃 非常反光 數碼文字都全部上了金色 好 接著這邊 大炮 沒什麼特別 都是黑鐵色 接著就想和之前兩個版本對比一下 給大家看看有什麼不同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隻 好 現在畫面前面就放了三隻不同版本的奧米加獸 好 畫面最左手邊這隻 就是2011年出的D-Art的版本 這樣 中間這隻就是2016年出的 那時候已經沒有D-Art這條 就歸入SH Figure裏出的 這隻版本會比較強調接近動畫色 其實你看下去 你不要算一件懶惰斗篷 其實它的色是很接近動畫的感覺 很像細填手監督的配色 畫面最左手邊這隻 就是剛剛和大家玩完的2021年的版本 就是Premium Color Edition 計算數 基本上Bandai 會五年就出一次奧米加獸 騙錢還騙錢 但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看這隻都黃色 當年黃色就有這隻頂替了 但這隻看見斗篷實在太廢了 我沒有開過 為了這次拍片我專門開出來 如無意外 如果是拿出來的話 這隻都是黃色的 就五年之後再有一個新版本 不知道五年之後會不會再有一隻 大家可以看到 D-Ars 這隻 其實 武具是完全不同的 和這兩隻完全不同的 這件斗篷是膠 好白癡地分開了三棵 這個設計很厲害 可動方面差不多 其實不會有信息太多 但最大的賣點就是 武器、加勒奴炮和暴龍劍 是全部是電導的 但有一樣多有趣 就是 D-Ars 的版本 數碼文字是凸起的 而反過來 這個版本 數碼文字就是 挑黑地凹下去的 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到 腳趾也是電導的 以及這個胸口的圈圈 也是電導的 其實這隻也有這隻的有型 但真的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你看到顏色都很黃 哈哈哈哈 這兩隻 其實就是九成九同步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 大腿補件 即是新的版本 就補了這個位置 最主要不同就是斗篷 斗篷 你看到這個版本 嘩 後面看 為何會是粉紅色 超噁心 好像夾了一張紙巾 在後面 極不漂亮 但是 我現在看 開出來 其實我挺喜歡這個 顏色 挺有動畫的感覺 特別是它 那些滲線 挺像動畫的 啡色線 如果再多些 會更加漂亮 我看看 反而喜歡這隻 還有這隻 有個新版本 就是這個 大和和太一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沒有上色 兩隻透明人仔 但是那個感覺 真的不錯 新版又剪了 就沒有了這個部分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過契過去 但是最大問題 就是肩膀變成這個 雅白色 所以其實 可以換到的 但是色不配 那三隻拍在一起 我現在看 我最喜歡的 是中間這隻 不要計劃 其實如果找到 自己弄一件 斗篷給它 可以改 中間這隻 真的無敵 當然前提 是大家那隻 未黃 未變黃 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我變黃 麻煩大家分享一下 好 玩到差不多了 這隻 訂的時候 600元 PBHK 是有得訂的 我覺得可以的 賞色是漂亮的 這件斗篷是有進步的 雖然還是有點缺陷 而且還挺噁心的 哈哈 但是有愛是可以遮蓋到的 還有我覺得 五連review一次都OK 還會廢 好像 那個感覺是都可以的 那如果坊間有什麼寶件 換了一件斗篷 我就覺得最完美了 這件都可接受 但是都是小醜樣的 相信自從去年 這個電影版 The Last Evolution 半上映之後 很多兄弟 腦海裡的童年回憶 都被叫出來 突然之間 對宋夏暴龍的愛 是有真無減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 是頗值得入手的 即是 我現在拿回上手 都有想起第一次看 我們的戰爭遊戲 有一個興奮和感動 我覺得這隻是值得入手的 五連續一次會 還有買一個童年回憶 是OK的 如果之前兩隻都沒有入手 更加要入手 不要想了 對不對 好 今集就和大家玩了這麼多 下集再和大家玩個 拜拜